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三条重要新闻 首先关于美国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特朗普在处理中国贸易方面的不同策略 哈里斯倾向于通过多边合作和国际规范来解决问题 而特朗普则可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措施 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海军的最新动态 更新版的G-15B战斗机 在辽宁和山东航母的演习中首次亮相 尽管它依然使用较老的发动机 但其升级的雷达和多用途作战能力将极大提升中国海军的空中实力 最后日本与欧盟宣布建立安全与防卫伙伴关系 以应对于中国、北朝鲜和俄罗斯的日益紧张局势 这一合作将加强军事演习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 显示出双方在全球安全挑战面前的团结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报道 卡玛拉·哈里斯和唐纳德·特朗普都表示希望对中国进行制衡 然而他们的策略却有着明显的差异 哈里斯的策略更注重于多边合作与外交手段 强调与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而特朗普则偏向于单边主义 强调贸易关税和经济制裁 这些不同的做法将对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以及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在贸易、科技和地缘政治等方面的竞争日益加剧 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最新型的J-15B舰在战斗机在海军演习中首次亮相 这标志着中国海军航空力量的重大进步 这些更新版本的J-15B拥有先进的雷达和空对空导弹 并且能够进行弹射起飞 显示出其在海军作战中的重要性 分析师指出 这些新型战机不仅提升了中国航母的作战能力 还与美国海军的FA-18EF超级大黄蜂相媲美 表明中国在军事技术上的快速发展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日本与欧盟在面对中国、北韩和俄罗斯的地区紧张局势下 宣布建立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 这是欧盟与印太国家签署的首个安全合作协议 旨在加强军事联系和共同演习 日本外相和欧盟外交政策首席官强调 面对日益增长的安全威胁 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此外 双方还计划在网络安全和太空防御等领域展开合作 并探讨情报共享协议 显示出对于全球安全挑战的共同关注 环球邮报报道 北美股市在周五经历了明显的波动 尤其是加拿大航空公司Air Canada的股票大幅上涨 因其提高了年度核心利润预期并宣布回购股票 随着国际旅行需求的激增 加拿大航空正在增加航班至中国和其他亚太地区 尽管跨大西洋的业务尚未完全恢复 公司在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 调整后的美股收益为2.57加元 远超分析师的预期 与此同时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麦格纳国际 Magna International 尽管下调了年度销售和利润预期 仍因健康的订单流而股价上涨 公司预计 2024年全球轻型汽车销量将减少50万辆 反映出汽车行业的需求疲软 南华早报关注到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 及其三家竞争对手 在10月份的销量创下新高 主要得益于国内市场的强劲需求 比亚迪在10月份售出了50万02757辆电动车 同比增长66.5% 然而 尽管国内市场表现强劲 面对欧盟施加的惩罚性关税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 在海外市场的扩展仍面临挑战 分析师指出 国内市场未来可能会饱和 因此中国电动车制造商 需要加快全球化步伐 以维持增长势头 南华早报还报道了 斯洛伐克总理 在访问中国期间表示 斯洛伐克愿意加入 由中国和巴西发起的 和平之友小组 旨在通过政治手段 解决乌克兰战争 斯洛伐克的立场 可能会引起 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不满 总理在会谈中 称赞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 公正和客观态度 并表示希望与中国合作 推动和平解决方案 这一声明 可能会加剧 欧盟内部对待中国的分歧 特别是在一些国家 希望与俄罗斯 保持接触的背景下 德意志之声报道 美国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和特朗普 都希望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但两者的策略 在细节上却有所不同 哈里斯倾向于 加强与盟友的合作 以共同应对中国的经济 和军事挑战 而特朗普则更偏向于 单边行动 试图通过关税和贸易政策 来限制中国的崛起 这种对中国的态度 不仅会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也将对亚洲经济 产生深远影响 尤其是在贸易和投资领域 随着全球经济的变化 美国候选人的中国策略 可能会重新塑造 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 影响到包括日本 韩国和东南亚国家 在内的多个经济体 德意志之声 还分析了亚洲城市的 绿化程度 指出树木覆盖率 对于城市居民的 健康和生活质量 至关重要 随着气候变化 导致极端高温的频繁出现 城市中的绿化显得尤为重要 以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为例 80%的居民生活在 几乎没有树木的区域 导致城市气温上升 居民面临健康威胁 相比之下 斯里兰卡的 科伦坡和缅甸的阳光 则拥有较高的树木覆盖率 居民的生活环境更为宜人 新加坡作为城市绿化的先锋 通过建设绿墙和屋顶花园 展示了高密度城市 如何能够与自然和谐共处 总体来看 城市的绿化程度 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提升城市的绿化 不仅能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 也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 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news breaks buzz the ground stories spitballs come down voices merge in the sound faces picks in the crowd broadcasters paint the screen world events on our screen every look a different theme words collide in the strea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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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